其实你的经历里面我觉得很酷了一点 就是你刚刚有谈到的 你有自创品牌吗 而且你还有做过代理 那那天跟你吃饭的时候 你聊到说 哇 年营收千万元 我就哇 太厉害了吧 就是崇拜的星星宴庆 就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到底怎么做到的 其实那时候做代理是因为 有一次我在南非旅游的时候 我在海滩 因为那时候想说要穿比基尼嘛 顾料比较少 就想要买那个防晒 然后说台湾很特别 台湾那时候过去都用擦的 比较不是用喷的 所以我用到喷的防晒的时候 我就决定要代理 可是你知道我是一个媒体人 我根本没有做过品牌的经验 可是我很有胆子 我就一封英文信写给原厂 说我在台湾 我想要做代理 结果真的对方邀我去他办公室谈 很特别 你没有基本的这种公司好好背景 他也觉得是个机会 我来自台湾 我在旅行当中用了你的防晒 请问你亚洲有 有人代理吗 如果亚洲没人代理 可否跟我见面谈一谈 然后就成功了 其实不是 一开始他在跟我谈的时候 他还说 Where is 台湾 我说台湾 is a small island in China 后来他就说台湾 我说No 然后我还拿地图给他看 然后我还跟他说 You see I'm very famous in Taiwan 然后他就说 Really 然后我就给他看我的Facebook 然后他就问我说 我一年要进多少货 我就问他说 一个站板大概多少瓶 他说两千多瓶快三千瓶 我说好 那我就要一个站板 他哈哈大笑 他说 什么是一个站板 就是一个站板 就是我们20尺货柜 可能可以放10到11个站板 所以其实我进货量很少 他那时候听了哈哈大笑 我说 天哪你知道意大利 跟我进是进两个20尺货柜 他们每次订都几万瓶 你居然有胆跟我说 你只要两千多瓶 他觉得我很可笑 可是我跟他讲说 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愿意给我机会 我一年内 我可以跟你签一个合约 只要我能卖超过一万瓶 你就让我代理 可是你先要让我进一个站板 试试看我有没有能力 然后他居然接受我大胆的提议 这个老板很有趣 就是怎么会有人用这种方式做生意 对 他觉得太可笑 你怎么 你这个女生 我就说 You see 因为他们南非人都比较高大 You see I'm very small but I'm powerful 我跟你讲我英文很烂 那我就乱讲 然后他就看我社群 我就说 我有很多fans 然后后来他就让我做 结果我那个站板一进台湾 不到三周全部卖光 所以我第一年其实卖了一万两千多瓶 你说你那个防晒 对 其实我第一年其实跟他打合约 是要卖超过一万瓶才可以代理 可是那一年我卖了一万两千多瓶 所以这个代理就持续 这个品牌到现在都还在 就可以代理了 那你这样年营收千万的话 自己入代可以大概赚多少 我觉得利润大概抓大概三四成左右 三四成 所以你一年可以一个品牌 如果成功的带领 可以赚三四百万 对那是保守的 保守的 对对对 因为品牌还有其他效益 你怎么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卖出去的 我其实就是先从运动族群 因为现在你发现很多团购是针对一般大众 可是我们做的东西是非常小的社群 比如说有玩铁人三项 有游泳的 然后有骑自行车 有跑步的 这些东西用的防晒 都跟别人不一样 它会比较需要防水耐旱 然后持久力 所以我们找的团购主 或我自己本身都是重度使用者 这时候就卖得出去 就可以代货 就是很有说服力 对 然后我自己本身又不黑 你成功的一点就是你 你又掌握一个很精很专门的族群 对 我不要一般大众都买我的防晒 因为你去买其他开架式品牌都买得到就好 屈臣室啊这些都买得到 我要的是就是 我出去外面运动五六个小时 我都不用担心我会晒得呕呕呕 还是像一个白雪公主一样 对 大家看我的肤色就想说 奇怪我怎么都晒不黑 那就是会有说服力这样子 对对对 哦 真的是因为那个防晒吗 对 那个防晒很强 真的好想买 对 是不是很想买 但是已经不是我的品牌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从代理赚很多钱 然后再到自创品牌 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自己创业中 我觉得很挫折很落差的部分 对啊 你是因为那时候代理之后 就觉得对自己很有信心 然后就啊 我就来做个品牌好了 对 我就做个品牌 然后一开始呢就做了一件蠢事 就是我做面膜 因为我2020年自创品牌的时候 刚好遇到 为什么很蠢 可是你很美啊 你看也很有说服力啊 因为大家觉得你天生力直 所以你敷什么都没差 你没有说服力啊 哦 然后再来加上我的族群 很多运动者都是男性 男性也比较少敷面膜 哦 防晒可能男生都会喷嘛 可是你叫他敷面膜 他可能会觉得我不需要 嗯 所以我就是一开始做面膜的时候 就跌了一跤 就是都卖不出去 嗯 后来是做了运动用的洗衣精 因为很多人运动后很臭 对对对 要除臭 对 所以我就做了洗衣精之后 才变成公司 拯救公司的明星商品